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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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是娛樂圈喔 每天給妳最近知道 妳不覺得最近娛樂圈裡面 充斥了很多像尼安東跟九把刀 這種劈腿透吃的新聞嗎 對 而且妳知道最近香港 目前新聞最大條的頭條新聞 也是一對夫妻劈腿事件 可是事件發生是女主角耶 對 而且這位女主角呢 就是在酒品芝麻瓜裡面 飾演方唐靖的 吳企華的嫩七十養子 對 她是據說爆出來說 在北京拍戲的時候 偷吃帥哥 可是重點是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吳企華馬上就出來澄清說 這是不時報道 他們兩個夫妻確實婚姻 有一點點狀況 但是在努力修補當中 而且他們想要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 那才講完沒多久喔 昨天上午 他就自己在微博宣布說 他們兩個離婚了 而且今天啊 據說港媒最新的消息是 原來他們離婚的真正內幕是 游小三的是方唐靖本人耶 OMG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天啊 這樣發展太戲劇化了 趕快看一下喔 說到吳企華 你可能充滿問號 欣賞離婚外 但說到她演過的角色 你鐵定就知道她是誰了 不猜方唐靖 乃是前科舉人 方唐靖 廣東第一宋是方唐靖 不過你知道 其實她在當方唐靖之前 可是拍三集片出身的嘛 但人家後來也成功轉型 穿起衣食袍 改和參賞分 談起純愛啦 然後又改穿古裝 演起乙天屠龍記 只不過 AA卻被網友算 她根本是史上最老 最失敗的張無忌吧 5個再算算年紀 很呀 沒想到原來她今年都50歲了 也有一個老婆 和一個6歲大的女兒 但是蝦米 和她同系演員的老婆西漾子 竟然才29歲 哇塞 不愧是年輕女演員 真的是醜整醜三的啦 不過 她竟然在7年前才22歲時 就甘心下架 甚至還協議好 婚後吸引 當起家庭主婦 但最近就驚爆 兩人婚姻出交 宣告離婚 原來是女兒一句 丁甘姆齊樓 搗家勇吹攢秦 讓她決意付出 整個楊子到北京拍戲後 雖然不只絕口不提家人 甚至常貼出 和男性朋友的合照 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 她喊一能進未婚 父親後哥哥 還不時輕易地依偎在她懷中 真的是最親愛的 對此 吳企華坦承和老婆 已經分居三四年 不過她也幫老婆澄清 年難傳聞 陳丟與老婆是和平分手 沒有第三者 實樣子也解釋 微博不放家人照片 是因為想參考自己 努力付出獲得認可呀 不過就當大家一面倒 同情起吳企華時 想不到事情 又來了個大逆子丸 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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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港媒昨天又爆 兩人離婚根本是因為吳企華 勾搭上了25歲的港姐 黃欣盈 兩人今年在港隊中飾演兄妹 她對她很照顧也讚不絕口 還常在微博提合照 不過黃欣盈卻表示 一個曲蠻好高興啊 還強調不會喜歡 有富之富 兩人光明正大啦 要故意了吧 你有哥哥 我有妹妹喔